不知安警力春节不打烊 尤其在台南这边人潮非常的多 交通疏导行务也非常的重 而远景常常在外头站岗 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为了慰劳他们 现在市警局干脆打造一部警戒的外送车 在前五点来回穿梭 帮他们送饮料 至于在麻豆分局这边也推出一样的做法 让顶着太阳在六甲 洛宇松景点执行的同仁 可以喝喝凉水 有体力继续奋战 机车一路向前冲 后头装了外送箱 玻璃师大人不只抓坏人 难道现在还得兼做外送吗 平淡知名台南六甲 洛宇松景点钱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点外送 打开箱子 里头装了饮料饼干等零食 原来这个police eats 就是专门补给外情辛苦同仁 外头站了一整天 喝喝凉水休息一下 麻豆警分局的贴心作为 其实在台南警戒也都有类似做法 农历春节 在游客涌入府城各大景点 许多美食及古蹟都位于中西区 这也让辖区台南二分局的远警们 前五相当吃重 从早到晚取回交通维护秩序 点心然后一些补给品 直接拿了知名外送平台的箱子 稍加改造 送来的饮料赶紧让同仁们节节可 因为这个廉价才刚过一半 还得补足体力继续奋战 那是因为考量外勤远景长期 长时间的执勤的辛劳 然后在原地又没办法 获得水分跟补给品 所以我们就用改装的方式 然后有专人运送到现场提供给他们 民众开心出游的同时 站在第一线的警察 牺牲假期为民服务 外送香的简单补给除了惊喜之外 更感受到自家人给的温暖